第四课不要喝酒 这课我们会认识喝酒对健康 对家庭和社会的影响 还有明白到我们要爱惜身体拒绝喝酒 好,开始吧 酒是含有酒精的饮品 酒精是由谷物或水果发酵而成 一般酒所含的酒精叫做月醇 而工业用途的酒精叫做甲醇 不适合饮用 如果人喝了甲醇后 会有头痛嘔吐的症状 严重的甚至会失明和死亡 在日常生活里面 有时我们都会见到别人喝酒 特别是一些饮宴、节日或亲戚聚会 第一部分 人们对喝酒有什么误解呢? 在下面四幅图 第一幅图 这位女生说 喝酒对健康有益 其实喝酒对身体会造成损害 长期过量喝酒更加会导致依赖 引起严重的疾病 第二幅图 男人说 喝酒可以帮助入睡 容易睡觉 其实走后入睡觉 更加会影响大脑 走醒之后 还会令人头昏脑和头痛 三幅图 女生说 就像电视剧人物所说 醉了就可以忘记一切烦恼 做人有时也有点烦恼 但喝酒只会令你短暂忘记烦恼 问题本身没有解决 第四幅图 男人说 喝酒是不会上瘾的 其实她想错了 酒精是会令人上瘾的 否则就不会有淤酒者 淤酒者是不能自控的反复 那么我们怎么知道 这些饮品究竟有没有酒精呢 其实很简单 我们只需要在买或者喝之前 看一看标签 就会看到究竟有没有酒精的成分 刚才这四幅图里面 都有四种不同的酒 都可以看到他们的成分 第一幅图 红酒酒精是10-15% 米酒大概有20% 是最高的 白兰地 就是最厉害了 40% 咸酒就少一点 50% 所以 在这四种酒里面 白兰地的酒精是最高的 其次就是米酒 跟着是红酒 最后就是啤酒 第二部分 第二部分 喝酒对健康有什么害处 大家来看看 如果你喝少量的话 慢慢慢慢 你就会开始反应 磁缓 另一方面 可能是过度兴奋 你的面 面就会红红的 如果 你喝大量的酒 可能会出现呕吐 分睡 呼吸困难 判断力下降 缩醉 不省人事 再严重一点 你暴饮 可以昏迷 急性 酒精中毒 甚至死亡 如果 你长期 过量喝酒 我们就叫做 瘀酒 即是 你已经酒精上瘾 你无法控制 你会越喝越多 这样的话 就会严重地 损害身体的机能 下面第一 瘀酒 损害肝脏 引致肝硬化和肝硬 第二 瘀酒 损害神经系统 影响大脑功能 令人 记忆力衰退 出现抑郁症 和焦虑症 第三 瘀酒 損害消化系统 为什么呢 因为你喝酒 都会经过口 食道 落胃 容易引致胃炎 胃溃羊 食道癌 大腸癌 等等的疾病 第四 瘀酒 会使到血压升高 引起心脏病 小总结 喝酒 会使身体出现 醉酒的反应 瘀酒 是会损害身体机能 引致严重疾病 酒精 其实是一种致癌物 危害健康 我们绝对不可以喝酒 第三部分 要问 瘀酒对个人 家庭和社会 带来什么和害呢 个人来说 当然自己的健康 就会受损 但也有机会 是会影响到其他人 好像私家车司机 那样 他的车突然间 越线 结果发生意外 为什么呢 因为瘀酒会影响人的判断能力 令人反应 磁缓 第二幅图 女生说 爸爸常常喝醉 回家后 无故发脾气 大声圈蛙 搞到没得睡 宇宙会令到 家庭不和谐 第三幅图 邻居了 自从他瘀酒之后 经常在公众走廊大吵大闹 更加曾经跟劝祖的邻居打架 为什么呢 因为瘀酒容易做出 不理智的行为 平时我们正常人 脑运作得正常的话 我们有理智 就会控制自己的行为 就会控制自己 什么是可以做的 应该说的 但是瘀酒之后 你的脑 其实就失去理智了 第四个道 自从经常迟到 也无法集中精神做事 影响工作的进度 瘀酒的人 在工作方面 表现当然是 差一点 小终结 瘀酒会影响人的 判断能力 因为酒精有麻醉的作用 又令人无法自制 会令家庭不和谐 并且容易做出 不理智的行为 甚至犯法 第四部分 怎样跟酒精说不 假如你的爸爸想戒酒 你会怎样支持爸爸的决定呢 有很多事情都可以做的 例如你可以多鼓励爸爸戒酒 多陪伴爸爸以行动去支持他 如果有机会有人要你喝酒的时候 你怎样拒绝呢 我们一起看一部动画先吧 拒绝喝酒 小朋友 在一些婚宴或者生日酒会等等的 喜庆场合里面 你有没有被邀请 喝含有酒精的饮品呢 当时你是怎样回应的 在这个故事里面 有两位小朋友 被邀请喝一些 可能含有酒精的饮品 三叔 祝你生日快乐 志华 今天三叔生日 来 和三叔一起喝杯酒 志华的三叔邀请他喝酒 你觉得他应不应该拒绝邀请呢 多谢三叔 好 干杯 我是照人 我要飞呀 小朋友 酒精是有麻醉作用的 我们一旦喝了酒 酒精就会影响大脑功能 降低我们的判断能力 所以我们要避免喝酒 三叔 三叔 多谢你的好意 我们小孩是不应该喝酒的 我喝这杯果汁就行了 三叔 干杯 好 干杯 只说明白自己是不应该喝酒的 还很勇敢地拒绝了 这种好行为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 蟑äg 小igos 尤其 小妹妹 尾此一杯特制的饮品 这杯饮品用来配合这个甜品就很適合 这杯饮品看起来真是不好意思 不过 不知道里面是不是有酒精的呢 嗯 至少有啟 怎么做呢? 适应邀请荣森喝特制饮品 但是他不知道饮品里面有没有酒精 你觉得他应不应该拒绝邀请呢? 这杯饮品看起来挺好喝的 试试也无妨,谢谢你 小朋友,酒精有麻醉作用 我们一旦喝了酒,酒精就会影响大脑功能 降低我们的判断和抑制能力 所以我们要避免喝酒 我不知道里面是否有酒精 为了自己的安全,都是不喝了 谢谢你,我不要了,请你给我一杯汽水 试试,在不清楚饮品有没有含酒精的情况下 为了自己的安全,拒绝接受饮品 小朋友,你也做得到的 动画看完了,相信大家都学会如何去说笔 这里就是本货总结,大家可以看看 不要喝酒,这一货又说完了 拜拜